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台积电ADR创下历史新高 要升到全世界市值的第八大 尽管会主委黄天木对台股非常有信心 点名了台股有四大支撑 但也小心会有三大变数 支撑看期待 变数提风险 头马上为您说清楚 之前CS展您有仔细看 电动车夯得不得了 我们的元态跟BMW进行合作 打造了全世界第一辆的变色电动车 而且四辆电动车是最夯的 但你看清楚了 这个也是要讲明白 中国大陆运用了自身的利基点 掌握了全球航运的重要数据 美国很担心会不会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世界各国包括了美国在内 国家的利益就被他拿走了 窃取了全世界第二个大赌家 今天放在这儿 要过年了 你知道每次到过年 骗了 偷了 这些全部一大堆 所以过年前港股的诈骗又开始猖獗了 到底现在诈骗的手法您又该如何自保 因为港股诈骗现在又掀起了 保护您当务之急 压轴天子献牢 介绍来宾 城楼大哥 大家好 大家好安 庆隆 大家好 大家好 亭浩 薄杰 大家好 大家好 拉尾 台股今天到最后跌了33点 要不是尾盘这么一拉好恐怖 早盘的时候跌了一两百点以上了 这是因为拉尾 所以留了很长的 打下去巴特麦姐的下影线 总共长达一百九十点 在这条的季线距离很远 季线守得稳了 为什么特别讲季线呢 因为跪满很差呢 今天季线灌破掉了 还有集中您看仔细了 走得很不错 周K的角度来看 总共大涨了233点 周K还看到MACD指标 表现真的很好 政治注重题一直保持着 差的是在跪满 跪满呢 MACD 周MACD翻覆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单线的地方 差的都在跪满 期待在集中 说到了集中 MACD的放大 涨大 会不会也带来下个礼拜 大家的多头把握跟期待 来请看 期待第一个当然就是美元了 美元的走扁 扁到了两个月来的低 台币继续走升啊 您看到外资 果然卖盘不间断 这已经是第一个期待 下周 第二个期待 看仔细了 权重台积电 人气长容 业绩的源泰 全拉尾盘收 今天的最高 所以了 下周的行情呢 加到了外资 当然也是观察重要指标了 连续四天 站在买方 而且看仔细 这几天专家都提醒 逆加差如果拉得太大 期货价格低嘛 它有价差空间可以赚 所以逆加差因为很大 空单就会进行回补了 因为终究会去一致 所以空单这么一回补 果然 液盘的买盘力道 又在加弯了 现在液盘是跳空开高 稳在盘上 待会儿再看一下 如何解读逊后 韩国重挫 韩国股时间大跌了1.36 而且跌的理由 来自于韩国央行 再升息一马 来到了1.25的基准利率 这已经是韩国央行 从去年到现在第二度升息 下一次如果会再升的话 会落在今年的8月份 另外一个台股 台股拉尾盘 拉的是不是就是 长官的信心呢 这叫做董事长明讲了 升息就算在今年会发生 但对台股的影响 也不会太大咯 但不争的事实 跟您做报告 现在季线 半年线 年线 全部灌破掉的 形成盖头反压的市场 是越来越多 逆向守住均线的 台股 凹股 跟美股的道琼 所以雅谷修正压力 其实比大的咯 讲到台股的拉尾盘 伯杰请上来 台股今天根本就是 光靠一个人的一支独秀 台积电就是它了 ADR昨天开完法车会之后 因为很漂亮的成绩 ADR市值冲到 7441.8亿美元 全世界第八大 就是我们的台积电ADR 你看股价 ADR创始高 台积电今天的股价 收盘672 是近一年来的高 10个位置是679块 差7元就有办法达证 所以有没有办法呢 法术会的好在台积电 法术会的差在大力光 昨天一开场 建成就讲了 双利双降的大力光 所以股价达到了跌停板 近一个月来的低 但人家大力光说 我有一个新厂 这在秘密进行产品的开发 明年要量产 麻烦您帮我揭读新闻 第一个台积电的成绩 当然是非常的漂亮 那台积电ADR市值 来到全球第八 他告诉你一件事 现在市场愿意给台股 比较高的评价 你要想以前台积电 每一笔几倍 10倍15倍对不对 现在去年赚23块 今天股价有670 这个到几倍了 已经到30倍左右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说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市场 有希望有机会会成长 他就愿意给比较高的评价 所以国际热钱 包括了外资 给台积电更高的评价 给台股更高的评价 是从台积电的ADR 那边扩散到 回到我们自己本身 对 没错 那另外一个 他还告诉你一件事 高阶晶元代工 现在是科技股的显学 你看年初到现在 纳斯达克废犯 跌断七八糟 只有台积电一支独秀 还创历史新高 那另外一个是说 从台积电昨天的法说 跟最近整个这个股价 他就跟你讲 半导体的应用 在未来的几年 成长速度会加快 不管你看到什么产品 你看尤其在车用的部分 成长的速度相对来的快 昨天台积电专家配真才说 自驾车 电动车 五人车 智轨车 所有那些高阶的 或者网通的那些 都要用高阶先进制程 做的晶片 对 那另外一个 我们看到昨天台积电的 ADR领先创高 他只告诉你一件事 现货迟早都会过高 真的 一定会过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六七九始高会过 而且见到七百块 对 应该是有机会的 好 这样的成绩单 这样的期待 来自于昨天这份法说 我们再帮您多点补充 因为2022的今年 台积电的法说 今年的高度期待 再帮我们汇整一下 第一个你从营收的角度来看 先前法人沽 今年营收年增大概是落在 百分之二十五上下 那比较低标一点 大概接近两成 结果你看昨天讲出来是 可以到百分之二十九 而且是年增两成九 如果年增两成九 去年是一整年营收这么多 年增两成九 今年沽就有七百三十二亿美元以上 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优于预期 另外一个更让大家想不到 你看从去年到今年要盖很多厂 对不对 美国也要盖 日本也要盖 结果台积电跟你讲 毛利率长期有百分之五十三以上 你有新厂你的费用会增加 结果你的毛利率竟然还可以往上走 可以维持在一定的这个程度 这代表一件事 人家在整个成本的控管 甚至新产品的毛利率 是优于大家的预期 毛利率如果可以保持在五成以上 五成三 五成五 意味着台积电的获利赚钱能力 还是非常的强 对 那另外一个 如果从今年外资跟法人来估 这个EPS大概至少就是三十一块左右 所以今年算三个股本不成问题 去年两个股本出头 今年是三个股本 真厉害 资本支出是最大特点 资本支出本来从先前很多 你看台积电讲就是三百亿美金 结果什么算一算变成四百到四百 所以这一多多三成 那你就要想多了三成告诉你一件事 他买很多的机器设备一定是有接到订单 人家才敢扩 所以资本支出某方面也告诉你 我就是有业绩 我就是有订单 而且资本支出创历史新高 台积电近年有一些的产能早就被包走了 还有三奈米 另外一个三奈米下半年量产 另外从法说里面先进制成大于五成 那就跟你说那毛利率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谓的先进制成我们昨天讲了7532叫做先进制成 毛利率比高的获利空间拉很大 只要先进制成能够占台积电的整体营收超过了一半以上 那么台积电的获利就是年年往上看了 2330的K来扫描一下 这个问题不大了 你看今天虽然是大量稍微收黑 可是时间拉长一点 你会发现这一波的整个从攻击到现在 它沿着这条蓝色的线是什么 十日线 所以十日线不要来做跌破 这个679搞不好下礼拜一礼拜二你就会看到了 十日线是650.2 而且昨天有看前线都知道 这个是669前波的高点 葵国大哥包括了明哲都说 如果今天的收盘能够收上669 今天收是收672观众朋友 这个意义非凡 所以下个礼拜679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拳王台积电 但前古王不是我要小看 有点点漏气 对它落难了 那个重点在于说大家现在看 2023年就明年 在整个这个扩充镜头用的音圈马达 就我们讲Vcm这个部分 它会开始新厂会开始在量产 所以它的秘密产品讲的就这个 这一个还有下面一个车用镜头 未来出货能不能增加 因为大家在看嘛 你手机转型能不能顺畅 那这两年它为什么会下来 是因为什么高阶镜头使用的这个比重往下掉 所以今年到明年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这个镜头升级的力道能不能转强 OK OK 阴圈马达之前博姐有教过 手机你赶快去自拍一下 不是会有个咔嚓的一个声音吗 所以阴圈马达就是那个镜头周边的这个模组必备的这个零件 所以看镜头的升级力道 因为昨天法说差也是因为大力光也明讲 我毛利率往下掉 来自于我出货那些低阶产品低阶的镜头 这比稍微多了一点点了 3008看一下咯 好这个大力光之前有跟大家提醒 到年线这里千万不要追 那现在掉下来以后 因为回到了这个起涨点 所以呢这一根红棒的低点 非常的重要 这个大概是在2000 我们季线2100 对2100左右 2100这里它会开始出现中长线的买盘在进来 好那这边只要能够守稳的话 我判断了 第一季过了之后 第二季开始 如果法说能够有好消息的话 股价就有机会打出一个大敌 所以先看季线2100或2000 两个中华的关卡是不是有坚守住了 接电真的比较偏弱 那大盘怎么办呢台股 好大盘第一个杀盘的元凶在哪里 贵买 季线破掉了 贵买这一波是一波杀到接近半年线 他就跟你讲一件事 那一支在农历年前甚至第一季之前 他不太想玩了 听说丙总在收资金 对从1月1号之后就开始收了 你可不可以教大家什么叫做丙总 丙总就是说我们原本大家买卖股票 不是使用自己的资金 今天假设瑞涵钱很多 是金主 那我可能就用瑞涵的户头 瑞涵的钱在进出 你伯洁没什么钱 对我没钱 跟我掉资金 没错 我告诉你他才有钱好不好 他都亦来亦去的 所以你没有钱我有钱 就跟我掉资金 那我就收利息了 所以我金主借钱给你 但是要过年了 我这个金主钱的挂用有很多 这要给红包 那要给赞助金 那要给业绩考基等等 所以我就开始收资金 这叫丙总收资金 对没错 所以这边业内主力丙总 在收钱回来的时候 贵买何时出现止跌讯号 这个很重要 它代表是内支的信心什么时候回稳 哪边可以寻求止跌讯号 贵买这条 半年线 半年线很重要 217这个位置 今天已经收缴了 但是今天的收缴没有量 所以它不代表说 它是确认今天就是止跌了 所以后面很重要是说 能不能在220这里上下 看到红磅 OK OK 然后稍微量要再出来一点 代表什么 停损有出来 所以咯 清掉之后 也就是220 您把它记在脑海里 220帮我换红色 在这个地方来来回回 出多一点点红K棒 红棒让它有一点点止跌的企图心 止跌的企图心的红棒 它一止跌 其中的攻击力道会更强 对 是这个意思 好 那大盘 还有第二点 大盘 最近大家看到 拉来拉去就是金融股 半导体的台积电 没了 那传产偶尔来个钢铁 来个航运来个挫胶 就没了 好 所以这三组很重要 前面两个轮 目前轮动还算配合不错 那传产能不能加进来 如果能加进来 其实大盘要过高 也不是问题 也对 123棒 不要三把火都熄了 大盘日开 剩下 如果今天来算 距离封关 剩下8天 8天的交易日 请问怎么个风法来 好 大盘我判断 正常来讲 应该会落在一万八千五 这附近封关了 不会过这里 这里就算过了 美股也是会拖你后腿 就是一过就被拉下来 一过就被拉下来 但是打下去 又有人把它买上来 OK OK 所以封关应该会在18500 它下个礼拜就在这个地方 求个稳度 那我端看贵买 如果贵买只跌了 它才有办法这样这样这样 是这样 好 了啦 那接下来 其实如果稳装透强也不错 就像金管会主委 黄天木 对台股很有信心 他说台股有四个支撑 看希望 三变数 看风险 来 好 这个主委 其实我们知道 他过往讲话比较保守 对不对 可是你看 他昨天就告诉你 四个希望在哪里 第一个 台股的这个基本面业基 是可期的 尤其是电子的部分 它有特别的点名 那另外一个是你看 台湾经济成长率 今年还有这个百分之四点一 也不差啊 跟您报告 2021我们GDP 是六%以上 基期是电高的 2022的今年还能够4% 因为去年基期高 还能4% 所以是很好了 对 这非常好 另外一个资金动能 这个就我觉得更好了 你看有新的韭菜 对不对 年轻人也进来 旧的内外资又在 现在韭菜 你不要随便乱讲 什么割韭菜 有些韭菜长得很高 人家现在散户小白 有的很聪明的 对 好 那再一个是说 你看我们台湾的这个公司治理 已经跟国际接轨 它能够吸引什么 国际资金进来 没错 像ESG做得很好的 昨天建成也带到了 这个呢 外资专买这一大类的 那风险变数 对 乐观之余 你还是要提防三个风险 第一个当然就美国升息 最近一直在反应 再一个是说 国际政经的变化 比如说美中关系 或是这个俄罗斯 有一些问题 这个要去留意 那最重要就是这个疫情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趋缓 好 因为呢 主委已经点名了四大支撑 有支撑就是有期待跟希望 你不要小看这四行字 下一张 四行字已经点名了 台股的精神指标 先来讲第一个 资金动能强所代表的是什么 资金动能强代表说 你看在这么动荡的环境里面 他有人愿意去买对不对 股价还能往上慢慢推嘛 所以有量有价股必成主角 对 这个就是多头的这个主流嘛 OK 里面包含像什么 像智元跟泰鼎KY的这个部分 来看一下两档的KO 智元泰鼎 哇 你看智元其实这一波 时间拉长一点点 它其实在中小型股里面 就回到原来的这个支撑 但是你看这几天 量又出来了 而且是上升轨道守住 价量齐扬 OK 投信今天是大买的 再来下一档 好 泰鼎 泰鼎 你看投信最近买更多了 哇 那其实一整波上来 这个整个量价的部分 你会看到都是 配合的好 对 配合的很好 都是持续往上推的 泰鼎今天是外资投信 同买超欧 所以呢 确认的是 只要法人买盘有集中 在年前有量又有价的 就是资金动能当中的主角 感谢伯杰 谢谢您请回座 所以主委的话 我们得听懂他的话中话 第一类已经知道了 后面有三大类 回来之后 让伯杰逐一的推敲 讲到的推敲 台积电昨天的法社会 因为很好嘛 今年有机会 大赚三个股本以上 所以你在外资圈 全部上调了 多数台积电的目标股价 千元的台积电 已经成为新共识了 但青龙私下跟我说 目标股价不是用喊的 是用算的 从法社会当中 分析他进一步的财报 研判今年跟明年 台积电2330的 合理目标股价是吧 对台积电股价 会涨到一千元成共识 其实从财报分析的角度来讲 只有一个结论 太乐观了 因为其实按照这个 2022年年的 这个台积电的一个 获利的预估 其实他的合理的 标准其实我们待会算给大家看 一千块太乐观了 本来想说 可以一直往上看 结果没有想象到说那么好 那么庆龙快算清楚了 合理的股价不是千 那又是多少呢 这个更是想问 到底为什么 如果您细看世界各国他们的货币政策 会发现到 其他两大国美国跟中国 他们在去年至今 货币政策南辕北撤 美国是紧缩的 中国大陆是极度宽松的 我不是想要问 代表后面什么的意涵 听好 没错 中美两国各自的央行 目前对于货币的基调 是明显不相同的 在这种不相同的情况底下 我们要如何从景气 宏观面来追踪 各自符合哪一个景气的阶段呢 待会来跟各位解析 换言之 美国中国货币政策的不一样 背后代表着 原来经济景气是大不相同 那谁好谁坏呢 台股呢 有好就有坏呀 大盘最近走得比较不稳 杀了一两百点 留了一百九十点的下一线 你说今天要怎么做呢 所以丞龙大哥就跟我说了 现在务必要帮大家检查 危险的麻烦您就要避开了 安全的呢 还能够报呢 看要不要报过年呢 那包括大盘 对没有错 你会发现现在的一个台股 两个世界 台积电大涨 大力光跌停 那更不要讲上市的股票大涨 上跪的股票 一大堆都破底 所以这个状况代表操作难度提高 那到底该怎么因应 我们待会说明 哇今天太赞了 没想到丞龙大哥 这个题目讲得这么好 因为他教您操作应对 真的一个台股 两个天下 冰火五重天 如果您跑到雪地去 就怕被冻死了 才保护自己最重要了 那么大盘州的MCD 现在正值在长大哦 为封关的倒手八天 带来加分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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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